同兵地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失败 终于的国际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不断崛起 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 欢迎收看教书将看天下 这期的话题是 美国如果解体 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当前美国社会有一股强劲的风潮 就是有的州强烈要求脱离美国而独立 三十多年前 美国使用多种手段 促成了苏联解体 让自己最大的对手和心肤大患消失 现在苏联的一幕正在美国云酿和上演 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着这一幕好戏上演 下面我讲三点 第一 美国有的州正在谋求独立建国 美国最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 受访者近50%认为 如果让一些州独立建国是最理想的发展方向 议论最多的是德克萨斯州 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独立后的总统人选 近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在一次演讲中谈到 对美国县政府已经无法忍受 特别是漫无边际的党派之争 德州应脱离美国而独立建国 还应拿走在该州的军队 航空航天局 以及石油等 他还谈到 如果德州独立了 现在博客的节目主持人罗根 将成为首任总统 在弗吉尼亚州 过去12年都是美国民族党及拜登派的坚定支持者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拜登在该州还拥有10%的优势 但最近已经由共和党人当选为该州的州长 可以看出民族党正在大量失去选民 还有一件在美国影响巨大的事件 2020年枪杀两名示威者的白人 李腾豪斯 目前被美国一家法院裁定无罪而释放 这一判决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激烈增议和示威游行 美国这个存在多年白人至上的政治制度 正在受到有色人种的强烈反对 也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对立 和民族分裂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近还启动了 是否独立的公投 总的看 主张分裂的民众越来越多 正在形成社会的主流呼称第二 美国解体的原因及可能性 美国社会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除了民族对立和政治制度的因素之外 还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供应链断裂对疫情的完全失控 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等 也有美国民众对拜登身体状况和执政能力的忧虑 都成为美国社会日趋混乱的重要因素 从其外部看 美国四面树敌 在国际社会积怨甚多 他们目前正在筹备的 12月份要召开的所谓世界民主峰会 居然邀请了台湾参加 但为了不过度刺激中国 与台商议呢 让蔡英文不参加 邀请的国家中并没有中国 俄罗斯 新加坡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等 这种公然分裂世界和中国的行径 也势必会遭到报应 就连美国的盟友 法国智库也公开断言 美国末日论并非危言耸听 当下美国正在走向南北战争以来 最大的政治和宪法危机 在未来三四年内 美国可能会发生大规模暴乱 甚至出现联邦政权瓦解 国家分裂 出现共和党与民主党分治的国家形态 总部设在瑞典的国际民主高端智库 在22日发布的2021全球民主现状报告中 首次把美国列入民主退步的国家名单 现实中美国走向分裂已有大量前兆 如年初发生的国会大厦暴力 已经敲响了美国走向解体的上中 第三 如果美国分裂对世界是件好事 一个国家的复原辽阔和经济发达都是好事 但是以此作为霸权的资本就不如解体分开 当前的美国如果分裂为数个国家 这对国际社会至少有四个好处 一是世界战略格局将重新组合 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 世界会加快走向多极化 二是必将削弱美国的整体实力 美国各州的依赖性很强 一旦分裂 相互关系不再是互武 而变为商业交换 三是将促进美国的人心涣散 美国的分裂将不仅是国体的分开 而必将导致民心的离心离德 四是必将振奋反霸权国家的民心 特别是那些还在犹豫不决 仍在选边站队的中小国家 美国如果解体将大幅减轻 他们的政治压力 美国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建国的 也因为财阀纠纷而爆发了南北战争 如果美国当前的这种在台高筑 通货膨胀 种族歧视和疫情泛滥等情况 无法解决 仍然不去从自身查找原因 而是四处转嫁矛盾 特别是对中国进行肆意抹黑 打压和挑衅 都一再证明美国已经病入狗荒 和无力回天 也必将加速美国的解体进程 走向分裂只是迟早的事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